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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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一定很紧张 国民党比他更紧张 这一次不忍了不演了 郑立文直接讲了 换掉他吧 把侯瑜换掉吧 换谁上来呢 他建议找前高中市市长韩国瑜 对此朱立伦主席很生气 说你不要再扯后腿了 不要再放冷箭 再不听的话就对你祭出党祭 郑立文会怕吗 郑立文不过只是把心中话讲出来而已 郑立文讲完之后一定会有更多国民党里面的大佬一定会讲出来 甚至国民党现在不知道在想什么 说那个郭台铭之乱一定会结束 他们认为郭台铭一定不会出来选打这个算盘 说郭台铭乱结束之后 他们决定要跟柯文哲谈合作 他们永远没有放弃所谓的侯科配 科有可能当副手吗 其实这个选政到现在有两个态势很明显 第一个 侯被换掉的机会也许不高 但重点是他民调绝对起不来 第二个就是今天侯友宜到了嘉义这么多跑行程 就得个代表带我们来看 其实侯友宜到嘉义来跑行程 包括郭粉也完全不给侯友宜面子 甚至开着车在旁边呛哮 事实上今天侯友宜回到他所谓的故乡家义 回去造势 刚刚主持人讲说他今天很忙很累 跑了11个行程 那不算什么 我所认识的台中立法委员林静怡 一天都超过13个行程 那没有什么 那是应该的该做的 更何况你已经由中国国民党 从5月17号到现在 已经给你提名了 那么一个多月了 都快两个月了 你一天十几个行程算什么 而且你早就该回去了 还有我也是嘉义人 我自己本身就是嘉义人 嘉义人重情重义听嘉义人 但是你这个嘉义人对你自己的故乡 有抗争没抗争 是不是一个草包 那才是不是 那自己的嘉义人 为什么这样说 很简单 侯友宜请问他 对他的故乡做过什么 没有 你没有做过什么 对不对 有没有做过什么 没有做过什么 没有你也出一支嘴 你也要去说到你的故乡 我一天到央电视上 说我是嘉义人 我是嘉义客户人 我没有嘉义民党人 我跟他说 说整个台湾大家都知道 对吧 我最后心心念念 说的都是想的 都说是我的故乡 就问一个侯友宜 那很多人 你做警察开始到现在做新百姓的指定 你几次去说就在自己故乡 这样就好了 你有对故乡做什么 那另外一回事 你自己本身有说到你的故乡吗 有 你自己的故乡 有他赢吗 有没有 这样就好了 那么 但是人当时一定会给你民主 所以你回去自己的故乡 包括佩天宫 包括很多地方都会给你做事 因为毕竟嘉义市 上黄民会是中国国民党执政的 你不能忘记这件事 嘉义官的选票是嘉义市的两倍 嘉义官开始选票人数 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那么佩天宫不是 有人在挽保条 说要让侯友宜 当孙总统有没有 结果你看 郭粉马上车队就来了 郭粉马上车队就来了 郭粉车的话 为台为民听各个人 好好做事 什么意思 为台为民 这要问一下 不是郭台铭 不然他说是郭伟友宜 对吗 听各个人 你要听各个人 为台为民 什么叫听各个人 他的意思就是 听郭台铭 郭民党也好 有帮助的人 然后好好做事 就是叫你回去 先把钱好好做事 就是好 今天这个 这个车队 今天这个车队 在加义管机 不断的绕 不断的绕 只有佩天宫 这绕了半个小时 因为 郭友宜要来 地方有没有 有家庭关节 所以探好义 要不来 先去绕 郭友宜必经之地 都去绕 包括大饭店 大饭店 不是只有 实在力量的议员 在那里 控议而已 事实上 他这车队早就来绕了 他就故意慢慢开 慢慢开 两台为一个单位 慢慢开 这样就乱就对了 意思就给你 强声就对了 那么这样 像这样 无神的抗议 我请教你 那如果 郭台铭 完全 完全没有要选 他们做这个 动作要做什么 我说 郭台铭 最近这几天 不是都有一个机构 叫郭伴出来 否认 对吧 23号 没有要 这个参选总统 23号之前 我问你嘛 如果你要否认的话 这个叫郭伴的 这个机构 你直接出来 直接否认 郭台铭 没有要参选总统 不就好了吗 你一句话 你说我先做 对吧 他否认就是说 我23号 对吧 23号 我到底是当时 虚价吗 你才出来说 我没有 我们人没有 我们改当也没有 没有 气心动念 就没有了 成立了一个办公室 叫郭伴 然后呢 有新闻联络人 对吧 我以前听到 媒体 比较有联络人 他本身也有联络人 也要 意思就是 包括政治 你们要选举 不知道有联络人 他本身后面 我跟你说 他现在的成员机构 不是只有 所谓的新闻联络人 来自于 各地的议会议长 政府议长 来自于 马英九时代的总统官 不是 他连进行 一些国民党 第一个人 全部纳入他的 那个类似智库 说话 小型国政顾问团 全部成型了 他要服选 国民党立委 现在所有国民党的人 都在讲说 你要当英雄 还是要当罪人 好 赶快贴马克 你知道吗 贴马克 你要出来算病罪人 就是这样嘛 然后呢 他们相信 郭台铭不会出来 一定信守道义 我拜托你 你当初五一四 做掉的时候 黑箱做掉的时候 对不对 你怎么不跟 郭台铭讲道义 对不对 今天郭美朗一铭是 出一口气嘛 冲一口气嘛 那有的人说 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就是保送 赖清德 保送民进党 民进党 你这样做真正 你都没去成立的效果 你要一意孤行 说坦白的 大家都没有料到侯友宜 这么不耐打 其实侯友宜 都不是别人打他 我说我贪白了 民进党还没有正式 开始打他 大家收集一大堆东西 都还没来得及 已经瞠目结舌 他自己这边自爆 那边自爆 结果搞了半天 是个草包嘛 我说贪白了嘛 两岸外交军事国防 他都不知道 不懂嘛 到今天就来 中华民国 然后呢 要生命捍卫中华民国 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这个一天到晚 在那边讲说 青年不能上战场 我说怕死人 为什么 面对华民 面对欧社会 来给你竖子 给你收包 给你 给你轻门打 给你冷静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是警察出身 你难道可以讲说 我不能保护自己的家园 我本来就是挺身而出 你知道吗 我做警察就挺身而出 抓住没人 没得到 就刚好相反 刚好跟他的人事 跟他的形象 刚好相反 对吧 反而说青年不要上战场 青年怎么样 我们避免打仗 避免怎么样 有没有 那人家一种 懦懦的感觉嘛 那么其实啊 现在已经有十四个民调 十四个民调 好友谊 不是第三名 就是第四名 都是上网名 我不知道有什么 你有那个大信心 我最为名 一定明年十三号 打票出来 我一定贏 我不知道 这个理论跟逻辑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现在最多的是 台南十三% 十三% 我现在很怕他崩盘 因为我怕他换人 对我说这个 他换郭台铭 那还得了 郭台铭 你们想看郭台铭 郭台铭都还没有宣布选 民调都已经好有意 拼义拼做了 他如果宣布选的话 那还得了 而且是让郭台铭 现在是唯一一个 可以同时 劣解两个人 他可以劣解侯友宜 也可以劣解柯文哲 他才是真正可怕的对象 让你把当时朱立伦 把郭台铭干掉 如果现在的这个 比如说 中文国民党的 总统候选人 是过代民有没有 我跟你讲 很多中间选民 还有年轻人 会对郭台铭有 无谓的幻想 他会认为说 他有办法 因为五十年前的 现在刚好是郭台铭 成立鸿海的时候 五个元党而已 由于漫画 成立鸿海开始到现在 年轻人会想说 不然五十年来 用什么 去做黑白电视机 旋转那个 那个塑胶壳的人 我就赚到两千几亿 年轻人会有 给他这种幻想 事实证明 事实证明 最强 所谓的最强母记的 侯友宜 现在惨到 惨到要有两个 两个没要选立 没要选立 委的议员 给他做看板 今天正义抛砖淫欲 今天中国国民党 终于有一个人 在台南给他弄砍棒 台南这么勇敢 这撩不起 比较 你去看民进党 苏乔会这些人 自己自动自发 都没人说 都没人议员 抛砖淫欲 他们自己就 四个都是砍棒 跟赖清德 结果你这个 总统的好算 你这个母鸡 还要靠着小鸡扛 这个小鸡还是小小鸡 为什么 因为不是立委委员候选人 还要先靠小小鸡 先靠鸡蛋扛 两颗鸡蛋先扛 然后再浮出小鸡了以后 小鸡看鸡蛋已经扛了 所以小鸡就有一个人出来 这不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对于哥你跟俞人 侯友宜对嘉义 是不是他也没有很骄傲 光荣 甚至没有对嘉义 做哪些事 应该这样讲 因为他要去做 虽然在嘉义出席 可是问题是 他设计了之后 他就出去做警察了 他就去读警官学校 那时候不是警察大学 是警官学校 所以他故乡的渊源 没有那么渊源 然后他一毕业后 就在台北市 就在台北市 行政大队 整一队 要去除暴族 他们的带头大哥 他们的带头大哥 昨天叫做鲁俊 所以他后来都在台北 他都在台北就在 他没电脑 当然了 不是说你在台北就不对 北漂族一大队 我们分人人最终不去 分人的通向会 全台湾最厉害 最终不去 所以北漂并不是他的错 问题在于说 你平常是就要回到高雄 到处回去 平常是就要回到高雄 不是要选去才有回去 你平常是对高雄是怎样 不然你会对高雄市 我再说一次 像我一天一天就说 我家义客户人 我说坦白的 其实是我们老爸 是家义客户人 我们阿嬷是家义客户人 我们阿公是家义客户人 我是在台北出事 但是我就会去想到 我是客户人 回去我们的高雄 去看开源店 去看很多地方 回去跟自己的高雄 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很简单 不是为了要选票 我说坦白 我不是为了选票 所以要选去 我就说 我是家义人 我是家义人 不是为了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 那种感觉 尤其是在算 比较正确的地方 还是不是做企划的地方 人家义客户人 我以西口 我是客户人为荣 我们七十人都支持民进党 我们的高雄七十人 我跟你说坦白 无数人台南 我说真的 客户人都很恐慌 就是这样 我们七十人 我们知道吗 为什么 人真少 万几个人而已 但是我们很团结 很简单 我们坚持台湾的民主 所以我以西口人为荣 我们没有隔壁 民众人 我们隔壁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家义人重情重疑 对不对 但是家义人不是说 你是自己出事 对不对 你跟中国共产党 很好的 你跟 想说 最无人会 没人会 人对我们好 我们就一定对人好 就是这样 最无好 他也要记住 董祖一所提拔 你是民进党的陈水扁 你有去看我陈水扁一遍吗 我说陈水扁嘛 对不对 他以前在台北坚持有所 台北坚持有所 到现在 把外交易 练练不忘 你这个 时日一首提拔的阿狗 结果我问你 侯友宜 你有回去看陈水扁一遍 没陈水扁 有你今天侯友宜 结果你现在 回家 倒家 民进党嘛 你这种人 就是 我说陈水扁 你这种人 不是我们口中家义人 重情重疑的家义人 那我就说 家义兄 这个是不是 我刚刚说 为什么侯友宜市长 今天保持一个行程 我觉得他应该跑得很辛苦 就民调那么低 民调那么低 也很多我们家义人 像瑞德哥这样 也是不是会说出来 郭芬来呛声 还有很多国民党里面 大老是郑立文 什么中常委 都整个说 就民调起步来 整个换掉 所以如果我是侯友宜 其实我会极度的沮丧 因为我发现 我根本就没那些 没那些 整个卖算就好了 你之前不是讲 对耶 是不是 心情这样就好了 不要让市长那么辛苦 说不定就像 郑立文所说的 侯友宜的状况 韩国瑜的状况 比侯友宜好 让韩国瑜来 这个也是国民党 现在一派的新生 现在就是说 想要换掉侯友宜 大概不分两派 大概一个就是属于 郭董派 一个就是属于 韩粉派 就是希望 赶快把侯换掉 不管是郭台铭上来 或韩国瑜上来 他们都会觉得 比现在状况好 刚刚关销你有提到 一个重点 甚至现在还有人 是希望侯友宜 干脆自己退 大家不要那些欠缺 有嘛 对啦 你现在自己心力交瘁 小鸡 鸡蛋也心力交瘁 你现在如果没退 到现在的新白鸡 你都做不到 对 所以就变成韩国瑜2.0 所以要不要干脆 给他一个台阶下 你自己退 现在确实有这种声音出来 不过 在这个所有事情 没发生之前 国民党总是要 开始 急尽全力 洪荒之力 要开始救侯友宜宜 洪荒多久 救多久了 起不来就是起不来嘛 你就看昨天 昨天我真的只用可怜 三个字去形容 侯友宜 他去上馆长的节目 因为事实上 为什么我觉得 最可怜的是金小刀 因为金普聪 被人家翻出来说 他四年前的专访 自己亲口讲说 他觉得说 现在这个社会 怎么都会去蹭馆长 他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他希望他未来 能够付出 可以追随的人 可以合作的对象 是不要去蹭馆长的 他说你馆长 不值得追随 不值得蹭 他的意思是说 他是希望有一个人 不要去蹭馆长 不要去 他就愿意跟他合作 结果现在金小刀 去帮侯友宜操刀 当他执行长之后 他上了专访 结果竟然是给了馆长 自己蹭馆长不是吗 所以我就觉得说 天啊 金普聪 你为了要整个拉台 侯友宜 你连当初自己 四年前讲的话 自己都打脸自己了 所以我就说可怜 我有看了那一段 我觉得馆长 已经不像馆长了 为什么 他故意做很多球给侯友宜 不是吗 保姆 我跟你讲 对 他变保姆了 我跟你说 最感人的在现场 只有王毅川 王毅川72分钟 给他看完 待会你一定要问王毅川 他的感想 而且王毅川学得超级像 因为我认为 就是说馆长 昨天我朋友就是有快转 因为我自己真的 看不太下去 我看五分钟 就我有一个朋友 签字 他就直接写说 他真的看不下去 不知道侯友宜在攻 这个会逼掉 NCC会罚就算了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侯友宜大部分的时间 就还在讲他当年 做那个警察的风光伟业 待会一定要请王毅川 来现场学一下 戴上马上 什么什么 跟死刑犯搏斗 然后又不穿防弹衣 什么的 就说得吵声 你知道吗 就包括罗友之 长期抛警政的 他看了 他就听不下去说 拜托 你真的不是要选警政署长 你要选总统的人 不要再说那些事 这个成绩不一样 不一样的出来 讲这个了 真的 就是他讲了讲去 永远都在讲他当警察的那一套 你现在是要往前走 你又不是要选警政署长 讲警政署长 你讲三天三夜没关系 事实上大家是要听你讲警察 想当总统的愿景 那回过头来 他讲了这么的用力 讲了这么的用力 结果呢 就马上就有网友跟他做比较 柯文哲是6月12号 去上馆长的节目 就柯文哲内场的 那个点阅率 54万 54万 那侯友宜呢 昨天内场是只有14万 所以差了四倍 当然了你要说 这个还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累积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要看的人 可能要用快转 不然你会觉得 记着二分钟太久了 那就精彩度差那么多啊 好 再来 说斗内 柯文哲那一场呢 斗内有17万元 那馆长那一场呢 侯友宜昨天那一场 只有1万块 就1万块 好啦 那我就说 我会觉得 替那个侯友宜担心说 他可能没有第二次了 因为呢 馆长或是吴子佳 他们都是生意人 或者不算钱 1万块 吴子佳当时不跟侯友宜 合作的原因 第一个 他是破他的那个 斗内的历史 新低纪录 再来 他也是犯了老毛病 就是吴子佳 希望他可以讲别的 但是侯友宜就不要 他全部通通都要讲治安 所以后来吴子佳 冻不掉就说 好 你别过来啊 我不要再跟你合作了 所以我认为馆长 大概也不会有第二次 再跟侯友宜合作了 那回过头来 我就讲说 国民党轻荒之力 要来拉抬侯友宜 对不对 因为现在换侯的声音 真的太多了 那最近有什么几部曲 三部曲 二部曲 其实说来说去 我跟大家讲 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这个挺郭的中常委 大方讲我讲谁吗 就陈玉珍嘛 范成莲嘛 沈志慧嘛 郑政权 就这些人 他们礼拜一 就下礼拜一啦 他们又要有一个聚会了 就要有个聚会 反正他们现在就是 在七二三全代会之前 就还有两次的中常会 一个是十二号 一个是十九号 反正每个中常会呢 就要再给你搞一次 我就要搞换侯 搞换侯 就是每个中常会 就给你乱一次 这些中常委是为了国民党好啊 因为现在事实证明 民道真的太低 拉不起来啊 那他不管是为中常委 不管是为国民党 还对 反正就 他为自己好 因为有些人要选立委嘛 像郑政权他要选立委啊 他当然不只是为国民党 也是要为自己嘛 你看他中常委 也要开始给你搞一拖 再来邱毅说呢 我查不到什么重要级人士 但是邱毅爆料啦 说什么国民党 有某重量级人士 要搞一个五一七 真相调查委员会 就说当时呢 你朱立伦是黑箱作业 怎么提名的 不知道 你除了只有问立委 跟县市长之外 也要很多人 很多都没有问 他讲了五大理由 五大罪状出来 所以说要成立五一七 真相调查委员会 你看这是不第二次 第三个无论如何 不管你要怎么乱 要怎么样 你要杀猪拔猫 杀猴拔猪 不管 反正到最后呢 一定要乱到全代会 全代会 现在又有党代表 就我刚刚讲的那两派 有韩粉派跟郭粉派 他们现在酝酿呢 要骑那个临时提案 要退回征召 要把侯友宜这个案子 退回征召 那他认为说当时呢 虽然授权你朱立伦 他们来提名 但是你朱立伦 我不是给你空白授权 就我刚刚讲的 那些 他们觉得太黑箱了 黑箱作业 所以他又要提 所以一直从下礼拜开始 两次的中常会 一直到全代会 通通都是要换猴的意思 他们那么焦虑 他们必须这么做 因为现在换 总比拖到 育后面换更难换 对啦 那无论如何 我必须讲 不管你是要中常委 真相调查 全代会 我就是结论就是 可能性很低啦 但是侮辱性极强啦 侮辱性越来越大啊 就侮辱性很大嘛 那就自己退吧 我必须很可惜的 跟这些人讲 你就是徒劳无功 因为坦白讲 你要换猴的 那个全代会 门槛太高啦 因为包括全代 那个全代 党代表2400人嘛 你至少要1200人出席 还要超过600人的同意 那门槛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说可能性很低 但侮辱性绝对很强 还有个侮辱性更高的啊 直接朱立伦跟何谓一起下啊 那个是假议题 那个是可能性没有 但是侮辱性非常强 因为朱立伦 你去查国民党的 党章党纲党规什么的 他们所有的办法 通通都没有罢免 党主席这一条 党主席只有两个 一个是他自己不干 自己下来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四年后 就是再来改选 而且我跟你讲 换了朱立伦也没有比较好 朱立伦就算下来 杀一个上来是张亚中 你觉得国民党会比较好吗 好 最后 我觉得国民党自己要想一下 最后我要讲的是说 现在国民党整个救猴 要换猴 这个声浪都还没有摆平 现在国民党 现在异想天开 就现在跟你讲说 有人跟我讲 国民党内的人 神预言 未来的新的三咖都 三咖都来啊 第一咖是赖清德 第二咖是郭台铭独立参选 第三咖不得了了 是侯科配 好 那今天就放出来了嘛 他就说 我是觉得你听了这三个条件 你怎么会召唤 我真的随便你 他说三个前提 第一个要在九月之前 解决郭台铭之乱 第二个是要 侯友宜的民调重回老二 第三个 如果真的做得到 我真的随便你 他第三个要 柯文哲无条件投降 这三个都做不到 对 你觉得柯文哲要无条件投降 我告诉你 观众朋友用膝盖想的时候 不可能 所以我不知道说 国民党为什么要放这个消息 自我催眠说我们很厉害 自我催眠不是吗 你觉得三个你两个半个道吗 九月底之前先解决郭台铭之乱 第二个侯友宜的民调重回老二 第三个要柯文哲无条件投降 全部 这是童话 这是童话 梦想 好久好久以前的故事 所以我就说 所以我还是一样的结论 就可能性 没有 但侮辱性 就是侮辱民众党极强 我不知道 国民党哪来的信心 我们来看表演好不好 一串兄 刚刚被明玉姐点名 说他好会 你是模仿侯市长 是这样 他很会模仿两个人 他第一个很会模仿黄国昌 第二个他很会模仿 黄国昌下次 我们今天重点摆在 黄国昌完之后 他整集都不用讲话 如果是侮辱市长 我会觉得我非常的沮丧 我拼到这样 我民调这么低 一堆人想把我换掉 我这么拼 也民调起不来 很刺激的 对 我因为我怕黄国昌 失败 所以他接受馆长专访 我从头到尾都听 然后我在听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 我不小心按了暂停键 因为第一趴30分钟 他从头到尾 在讲他当警察的故事 那一趴就是警察故事 我以为那只是开场 可是我记得馆长的直播是一小时 他从第一秒讲到第三十分钟 都在讲他做警察有多用 馆长也真配合他 他说我那个时没有什么防弹衣 开戳都要先开对抗民腔第一戳 第二戳都没副戳 戳起来拼感觉就担了 我都穿第一枚 可是我都没得穿 这句是我自己教的 第二 因为他说我常常去台图 去穿阿杜阿杜 阿杜头上去 刺大腿 刺下去的时候 我一个转身 就被压制了 这样有厉害吗 很有用的 穿到阿杜的腿 他头一腿 这样倒掉了 因为我就这样一个move 这个台图就有压制了 把他压制在腿上 他怎样一个move 他的馆长受伤了 所以我说 我看到没有这个动作这么扭力 那是以前都自己加的 对 然后他就一直在强调 他说他都带着同仁往前冲 讲了一遍又一遍 总共72分钟的专访 他讲了52分钟 他多用又多用 然后他最后有问了馆长一件事情 他说为什么馆长 你都受年轻人欢迎 我都没办法受欢迎这样 馆长也不敢赢 不敢赢 他就要说 对于谢谢各位年轻朋友的收看 我这个从我开始工作 我总共经历了15个职位 这是我赢另外两个候选人的原因 你做头头做15个 赖青头做不到15个 所以你赢他 柯文哲除了做疑心 就做市長做两个 所以你赢他 这到底是在讲证 我就听不懂 现在一讲完 馆长说 现在是你的show time 没有题目的 你自己表演 这样喔 他自己说 还有这样的 他继续说 我以前做警察外卿 越多用 他可能在这村里了就对了 然后我就看完了 看完之后呢 我就跟我朋友讲说 我刚又浪费了72分钟 他说已经叫你不要看 你硬要看 我说我想说馆长 跟他之间会比较有趣 可以馆长咱也坐这样做力 我就觉得馆长已经不是馆长 然后馆花修说他在保姆 对然后他已经做的这样做力 人也不知道 今天去侯友谊去嘉义 去嘉义的地方 当时嘉义教育到十二年 那个地方叫做破柱 破柱 破柱 破柱他第一个去的 叫做天公廟 天公廟 如果走到佩天公阿爸 走过三十秒我修理 这样就算两个行程了 他今天总共十秒的行程 有七庆在拜廟 七间在拜廟 他去了朴子 去了太保嘉义市跟民雄 最重要的这一道国民党 离壤的山山 任共庆的山枯 水上都没去 海山都没去 佛佳 我跟你说佛佳 现在已经没行程了 什么叫没行程 一个候选人去一个地方 叫我们拜拜而已 就是代表没行程了 今天我们六七点的时候 看异格的表演 已经都没行程了 如果说拜拜 行程算是简单的就对了 对 喬出来让你来的 你要去主委嘛 主委 这个当时信徒的代表 就来大家背心请的月礼拜 他今天又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 我是不知道有什么要去 叫做有一间乒乓球馆的上梁仪式 没有行程硬挤进去的 就是说乒乓球馆上梁仪式 他也记得 为什么 因为中后烂旁 也不知道要去 反民会就叫他去乒乓球馆上梁仪式 那电话 人家没要抄 没要抄 家议官家议室 很多地方可以去的 现在连家议室 都没办法排出行程 今天去出席的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除了家议室 家议室你没看到本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代表已经没行程 没行程就会让地方的人 包括国民党里面的人 会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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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包括赵少康 人家问说 什么要换猪换猴 你有什么看他 我又不是中央委员 我也不是党代表 所以让他们自己去搞 陈辉文今天这两星期 买猪友宇 好 买得有点激烈的啦 我很认真 听他我每天都听他的节目 买猪友宇 买得很激烈 来跟防卫 那边也很均勁 来跟政力 这些都均勁啦 所以这一种要换掉猪友宇的这种氛围 在7月23号以前 好像也不会停 应该会继续 而且7月23号以后也会继续 所以还好啦 还好就是说 因为金补充有加入了 金补充如果还没有加入 我实在是很均勁的 因为金补充现在又找吴玉生 吴玉生这个大将杀 吴玉生年轻的 人家做什么事情 不过一个教育的玉 太阳生起的生 叫做吴玉生 每当玉生想起维格 那一段分外 想起维格 痛不欲生 这一段谢谢两位来宾 这个应该算是首武主导 让我们看到非常有戏感的说明 稍后来继续来探讨的是 郭台铭之乱 诚如国民党所说的 一定会停止吗 其实态势已经很明显了 不是我一个人 故意在唱衰谁 或者是在在干嘛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 让侯市长回到新北市府 好好的回到 然后专心他的市政 不要到时候连新北市都掉了 国民党立委 郑立文开第一枪 喊换侯还来得及 现在遭国民党提党纪市井 但他豁出去 曾被开除党级无所谓 更点名自己心中总统最佳元选 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吃白好汤啦 国民党有没有很强的母鸡 有 有韩国瑜 那我讲这个话 我也不知道 我们是违反哪一条党章 是先呼吁大家能够团结 如果真正伤害到我们的候选人 不接受劝告的话 那我们一定会急出党计 那我们应该做他最大的后盾 而不应该在后面 有任何的扯后腿 背后放冷箭的这样做法 暗示党内景严顺行 朱立伦更放狠话 别当破坏者 去年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那时候 这同一批的一小撮的破坏者 当时就是说 要放弃蒋公安 当时要在桃园 就是要换掉张善政 这一批破坏者 我再次呼吁 我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 最强母鸡变成最弱母鸡 这些小鸡们来讲要怎么选 是有中常委在酝酿 希望能在中常会里面 直接换猴 见光死的关系 胎死腹中 有可能会在全代会的时候 发动其他的攻势 等侯友宜民调持续老三 对时间无法自助提升 难搜到内杂音 国民党其实针对侯友宜的民调 这么低真的很紧张 刚刚任德哥说了 金小刀找吴玉生 今天晚上最新的消息 说许巧鑫说他也被找 刚收回议员告诉大家 说许巧鑫有发文 说金小刀也找许巧鑫 要帮侯友宜真假的 是啊 但是啊 这就很尴尬嘛 你看许巧鑫 故意把这个新闻放出来 还说啊 金浮冲找他去帮侯友宜打选战 他很不想去 但不去的话会很惨 那现在怎么办 所以啊 我要讲的是说 你知道吗 你一个立委的候选人 被总统候选人打出 找去打选战 这通常来讲 如果总统是母鸡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 哦 这是看中我 我是大只的小鸡 这么多小鸡 大家都没有找鸡 找我许巧鑫 代表我很重要的啊 结果他不去 不去的原因 是因为母鸡不够强嘛 他不够强的 他还要把他放出来说 如果我拒绝下场会很惨 有共啊 那个样子看起来选不上啊 是 所以我告诉你 他就是落井下石嘛 所以国民党在那边放风声说 什么九月之后 郭台铭之乱会自动消失 接下来他们就会进行 侯柯配 对 侯友宜要跟柯文哲进行整合 变成侯柯配 我觉得这真的是鬼故事 你说他这童话 这所有的人里面 这现在所有的人里面 最民调最低的是谁 是侯友宜耶 你告诉我说九月之后 侯友宜可能就变成最强的 然后出来让郭台铭 回来国民党之后 他还可以整合柯文哲 我告诉你 如果真的是这样 许晓星为什么今天 会出来吐你的吵 朱立伦是不是故意要压许晓星 因为当时许晓星有说 他就是一脸选不上的样子 我不管他是不是故意 要压许晓星 可是问题是许晓星 今天的反应 就是给朱立 没有给朱立面子 就马上就打你的脸嘛 所以这个包含昨天 不是这个林涛啦 或者是这个林口的 这个俗军阿姨 出来做看板力挺侯友宜 但是国民党的立委小鸡 每个人都知道 跟你侯友宜挂在一起 就是没吃到嘛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侯友宜 现在最大的问题 所以刚刚一声大哥啊 很坏 他真的很坏 人家好不容易 昨天跟这个馆长直播 想出一个topic 主题啊 都是警察故事 这好不容易想出来的 不然你要叫他说什么 我要捍卫中华民国 要说72分钟吗 敢说出来 说不出来啊 对吧 所以他只好讲 他这一生 做最久的一个工作 就是警察 他每一个枪战都可以讲一次 讲到72分钟 你这样讲 我给你讲 很坏 如果侯友宜 能够像益川兄 那个动作有没有 那个直播 那个动作一定 那个 下一次直播应该就会了 那个会好看多了 因为王益川今天有教他 下一次就会有幕府 演演动作嘛 你知道如果他没有讲警察人声 请问大家还记得吗 侯友宜上一次的直播 是跟谁 是跟赵绍康 跟赵绍康他讲什么 他讲兵役耶 结果讲完兵役之后 很出色啦 他说他当选之后 恢复 恢复四个月兵役 有没有 结果新补充 这个帮他收拾善后 连开了三场记者会 才把这一件事情 好不容易才收回来 所以人家好不容易 跟馆长的直播 想到警察人声 可以好好讲 我们大家不要骗 因为除了这个 我还说他这个人 也没有记他 这个优点 所以你知道吗 下面很多的好朋友就说 侯友宜不要选总统了 回去当警察 回去当警察 这是你的路 不然就继续跟市長做好 教警察 怎么好好当警察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现在 其实问题最大的就是说 你如何让侯友宜 能够从最后一名 要往前 但是你现在安排的这些事情 包含出来放风声 包含出来叫小鸡 跟他一起挂看板 这一件事情 或者是叫一些 这个有战力的小鸡 来帮他打选战这一件事情 如果侯友宜整个人没有提升 我觉得做这一件事情 够去让大家生日了 我告诉你啦 就是徐小新 徐小新为什么会这样做 就是因为徐小新 想要跟柯文哲 站在一起 不想要跟你侯友宜嘛 你现在叫我帮侯友宜打选战 就是要叫我跟柯文哲 分手了嘛 我为什么要 我就是不要嘛 所以我今天 把这个新闻出来 第一个洗你侯友宜的脸 第二个把柯文哲 先抬这个 说不行 不好意思 我这陈子可能 没想到跟你打三天 没想到跟你抄遇 因为侯友宜叫我给他 他要叫自己立委的算情啊 是嘛 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 我觉得国民党 如果继续下去 然后只能借由放风声 放消息的方式 然后来这样半夜吹哨壮胆 我觉得这对侯友宜来讲 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与其的这么做 我真的觉得 大家现在在讲的 换猴这件事情 甚至我觉得换猴可能 对国民党来讲 伤痛太大 侯友宜真的 自己要自己知道进退 你这个民调 全部都是最后的状况底下 国民党里面 为了要换你 绞尽脑汁在不 不智商的状况底下 要把你换掉很难 你与其这样不如 好好的想一想 是不是 自己就应该要退下来 不要再硬在那个位置上面的 很多的国民党都说 没可能啊 他没可能拿了 我说有什么没可能拿了 都民调都最好耶 他说啊 因为啊 选举才有选举补助款 不过为了选举补助款 这个人也太短视了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侯友宜救不起来 如何让侯友宜自己知难而退 我觉得这才是国民党 现在朱立伦最应该要做的事情 照这个世来看 真的侯友宜要救是很辛苦的 不过情况兄 刚刚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郑立文 对不对 对 郑立文 其实郑立文其实说出了很多资深国民党员的心声 因为希望说不要算这么坏看 一直垫底 郭台铭来也是第四 所以他直接很直白讲 换掉他 让韩国瑜来 可是我记得 当初好像三四月的时候啊 是朱立伦要求朱立伦 是郑立文要求朱立伦说 快赶紧的征召侯友宜 对是在四月中的时候 郑立文当时还出来对媒体在讲说 叫他赶快征召侯友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当这个郑立文去讲这句话的时候 坦白说 我觉得说服力也不是那么强 可是现在对国民党来讲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选总统大选 我请问你曝光这么重要 曝光很重要吧 可是对于侯友宜的问题来说 他越曝光越多 就显得自曝其短越多 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 昨天那个直播 真的是又再次的扣分了 对 昨天那个直播 我印象最深的下面的留言 我跟大家讲有两种留言多 第一个留言是什么你知道吗 叫做 我是一个容易失眠的人 谢谢侯市长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谁失眠 你要想说这个下面留言的网友 说因为这个看到侯友宜 跟馆长的直播呢 帮助他解决睡眠的困扰 为什么 因为很住眠 听了之后因为很无聊 听不到重点 所以你想睡觉 想睡觉 所以就解决你失眠的问题 所以换言之 这个留言的在吐槽说 侯友宜讲的话 你不知道他重点是什么 然后又很无聊 所以有住眠的作用 这是第一种类型的留言 那下面有好几个类似的留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讲警察的时间比讲证件还多 那你就是支持这个侯友宜 继续当警察局长 不对啊 他现在不是市长吗 为什么唯一支持侯友宜 当警察局长呢 所以很显然 在这些网友看到的留言 即便侯友宜跑去跟馆长同台 但是这样的曝光出去之后 网友的印象只有觉得 第一个无聊 第二个 听你讲话 你讲警察时间比讲证件还要多 你是要选总统 所以下面还有留言说什么呢 当一个总统条件 绝对不是经历过很多场枪战 就可以当总统的 所以讲得很直白 当总统要是什么 国防外交两岸内政教育这些东西 你要提的是国家大政 他对国政完全不了解 他对国政很显然就是不是很熟 所以才会在连赵少康上面 连讲到兵役的问题的时候 都会出包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 他到了馆长直播 他也怕出包 所以他讲他最有拿手的 就是警察的故事 跟枪战的部分 但警察故事就不是一个 选总统的重要条件 那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就变成很多警察都可以去当总统了 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下面很多网友在留言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最真实的留言的状况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 他的部分跟柯文哲 在馆长那边的浏览数字 呈现非常强烈对比 连斗内的金额都呈现 非常强烈对比 所以你看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请问你 他的曝光越多 是不是显得侯尹 自不其短的情况越多 就是你对国政不熟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你的准备不足 大家也都知道了 然后你讲警察故事 特别会讲 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这样子不如好了 侯尹以后去讲警察故事 跟社会新闻好了 那这是大家要看的总统吗 不是嘛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他的状况真正最大的问题是 他曝光越多的时候呢 自不其短情况越多 自不其短情况越多 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你民调就是起不来嘛 因为大家会发现 认识他越多了之后 才发现他距离当总统 这个条件很远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他找了金额冲进来之后 请问如果是产品的 本身有问题的话 那行销高手 就已经都把它卖得出去吗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嘛 所以当大家在检视 连金颇冲自己之前讲的话的时候 才会发现 哇原来金颇冲 四年前你也曾经讲过说 希望整个能够遇到的政治人物 是不要去蹭馆长的 结果我现在发现 他也是只能跟馆长同台 要不然你他讲的话 对年轻人怎么会有穿透性 那真的馆长也是反效果 这一次很明显嘛 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侯友宜现在卡到民调的问题呢 人家开玩笑说 侯友宜民调卡到阴 那是卡到阴指的是什么 是因为他卡到自己嘛 所以你看他去台大的部分 也是他自己的状况出包 那保姆是从哪里来的 保姆不就是从陈以兴在台大 帮他当保姆开始的吗 结果你知道 这接二连三呢 你知道到馆长为止 现在call已经等于有几个保姆 三个保姆 当初陈以兴是第一个保姆 到赵少康的节目的时候 是第二个保姆 到现在馆长的节目的时候 是第三个保姆 结果你看 有保姆帮他作证的地方 还是出包 还是讲错话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看他的产品本身 如果有问题的话 再厉害的行销高手 他都没有办法帮你推出去 所以国民党内的小机焦不焦虑 当然焦虑嘛 然后国民党内你看 小机焦虑 再加上现在呢 这国民党内挺过的这些人 他也希望把后宜换掉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对国民党来讲 整合这件事情看起来 在九月以前 几乎是做不到的事情 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对郭台铭来讲 他要选这件事情 是不是很确定的事情 目前大方向看起来是哦 至少郭台铭到九月份 十月份的时候 这个戏码还不会结束 如果戏码还不会结束的话 我请问一件事情 对国民党内这些挺郭派来讲 戏码没有结束 谁要跟你侯友宜整合 那不跟你侯友宜整合的话 好了 国民党的中常会 是七月十二号 七月十九号 到国民党二十三号的全代会 这一段时间 都是这些挺郭派 甚至是我们讲说 希望把侯友宜换下来的换侯派 他们可以在里面呢 试图去运作的空间 在这个情况之下 请问侯友宜的民调 到底要怎么像他们讲的 到了八月的时候 就可以有25% 可以有30%呢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这几乎叫做不可能的任务 国民党是在自己催眠 国民党认为说 很快郭台铭之乱就会停止 意思就是说郭台铭不会选 但是呢 有很多消息传出来 在七月二十三 国民党中常会之前 郭台铭要办 北中高 不同的直播会 稍微来 好 国民党自己在催眠说 郭台铭之乱会停 意思就是 郭董 你要信守当时 你对我们的沉默 你不可以出来乱 但问题是 种种迹象的看得出来 郭董应该会继续下去选 虽然黄光晴 这个光晴姐是说了 我只有说参选到底 没有讲七二三当天 郭台铭办公室说 不实讯息 误加一揣测 我觉得郭伴这样做是对的 敏玉姐 这个时候 不要那么明显表态 这个时候一样 持续的压子划水 等到侯友宜的民调到底 或者是到什么样情形之后 再一举 拿这个旗子出来复兴 对于郭董自己本身的选情 才是有帮助 所以郭台铭到现在 应该找到非常多厉害的人 巴拉贝尔操盘 但是我 郭伴昨天发 那个声明我可能跟看法有点不一样 因为事实上 光晴姐 人家那个是有凭有据的 她这个是 她其实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有趣的过程 光晴姐在节目上 因为我昨天跟她同台 她有讲 她是在节目上分析一个 就是说她觉得郭台铭 不会参选的一个过程 就郭台铭亲自打给她 亲自打给她 跟她讲说 她会选到底 会选 那所以呢 所以光晴姐 她是不太高兴的是说 明明是郭台铭 你左手亲自打给了光光晴 结果你郭伴 去否认了光晴姐的说法 我认为说 如果你郭台铭 你要去否认 否认说 我不是七二三 那一天 我要宣布参选 那你就直接讲说 我们不是七二三 你不用去否认说 这个你没有要参选 到底这件事 所以光晴姐 她后来有点不高兴 你去看她这个脸书 她就有写 希望郭台铭 还有郭伴 以后就不要再跟我联系 她是被指证的 对 我是觉得说 她会觉得这样 诚信是有问题的 因为明明就是郭台铭 亲口跟她讲选到底 你怎么会去郭伴 去发这个否认呢 你说郭伴 现在找了很多 很厉害的人被她操盘 所以我就说嘛 她的 其实不只是光晴姐讲啦 你包括周典论 她这个帮她操盘这些人 也都在外面讲说 郭台铭就是选到底 那郭台铭 人家为什么会去放这个话 就是郭台铭 你一直跟人家讲说 你就是要选到底的嘛 那郭台铭动作也很多啊 除了你找 找这些人之外 就我了解 他跟 他有找那个 陈文倩 文倩姐嘛 还有杨兆嘛 就这些人 也进入他的办公室 当他的顾问啊 那甚至呢 郭台铭还找了 新的公关公司 那签约签到918 918是什么日子 就是中选会要 这个独立参选 联署的那个日子嘛 所以郭台铭 你现在就是 已经养了这些人 你就是在演习 演习完之后 直接要变练兵啊 所以我会 而且更 不是今天还有新的消息出来吗 郭台铭还找了吴子佳 在723全代会之前 要办三 其实是三加一场 那个大造势 这是真的哦 对啊 他其实不是造势啊 就是像之前柯文哲啦 像侯友宜啊 这样子的一个粉丝 见面会有没有 就直播啦 所以不算是什么 他那个造势 要算是周典论啊 或谢点灵帮他操牌 那种什么万人造势 没啦没啦 这是没啥开 你如果说郭董 去上那个 吴子佳的这种 所谓直播会 会不会跟侯友宜一样 那个球太摆出 这个不晓得 就我不能帮他打包 可是我可以保证 郭台铭绝对会比 侯友宜更认真 因为不要忘记 郭台铭上次去参加 那个师范 高雄师范的那个演讲的时候 会更认真 还找到老师 一对一的教学 表现会让大家耳落吗 有可能吗 我觉得郭台铭 应该会知道 那个直播的快靠啦 应该至少不会那么无聊 想要睡觉 那我就要讲啦 你看他从高雄 七一四哦 然后到台中七一五 然后到新北七二一 要连办三场 外加黄国昌七一六 总共在七二三全代会之前 要总共要办四场 所以我认为啦 郭台铭还是那三套不变 就等待换猴啦 然后要不然就是跟柯文哲啦 如果你要讲并购人家 我觉得那个 人家民众会升七七 最后一个就是独立参选嘛 那因为今天那个 黄益川是新同学 所以我要留点时间 给新同学讲 他今天表演真的很赞 要用那个move这样子 益川兄 我刚刚直疑说 郭董如果上直播 会不会讲到 像侯友宇这样子 我会不会被郭粉出征啊 不会他上次吴子佳 那一次那个办的时候 就效果还不错 所以他可能吴子佳找他去 也是有声量的啦 您看好这三场 应该声量不错 声量不错 而且郭台铭一定会讲出一些 让大家觉得很振奋的 这一个文字啦 他应该有准备 好他的这一个政策 为什么呢 因为郭台铭一定要在民调上面 赢侯友宇 他才能往后面有三部 他要拼啦 所以说所有接下来到7月23之前的 这些民调 他一定要赢侯友宇啦 他如果没有赢侯友宇 他就不可能换侯友宇嘛 他要赢侯友宇 他换侯友宇不成 他才有办法去跟科谈嘛 如果要赢侯友宇就会赢了 所以他一定会透过这种方式把声量弄上去嘛 因为接下来民进党是7月16日开全代会 那民进党的全代会看起来没有什么火花啦 礼拜天啦 就是开完而已啦 礼拜天啦 那7月23之前对国民党来说 这些风风雨雨 郭台铭一定会趁这个时候去弄这些事情 不过我觉得郭台铭经常在做状况啦 他就什么啊 他就不怎么说要交这个好 不怎么要交这个好 然后就好像一次交很多女朋友啦 或者是卖一个房子卖给很多人啦 然后就大家说你可不可以价格再高一点 高一点高一点 因为郭台铭以前是sales 所以他很会做状况 报不同的价格给大家嘛 所以郭台铭都透过这样的一个 大家资讯不对等的状况之下 他会去操作 让这个每一个人都很怕他 资讯不对等的情形底下来操作 所以讲出来的话可能漏洞还是会有 对但是呢 譬如说他跟柯文哲之间 他跟柯文哲的协议在金门的海边都讲完了啦 他一定会跟柯文哲讲说 你还给我拼一下 我拼到什么时候的时钟 我们再来谈合作 那柯文哲一定这个摸摸头说 好啦好啦好啦再说再说 所以那一天 这个柯文哲走路就这样走走走 好像也没有人理他嘛 那郭台铭就说反正我 我资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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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讲完之后 他们的协议基本上大概都已经完成 完成的前提就是 郭台铭你自己的民调一定要拉起来 那郭台铭 你最好当然把侯友也换掉 不过现在看起来 不管程序上跟实质上都很难啦 因为国民党的全代会 没有什么临时动议的 以前已经化冻算冻算了 才会化临时动议 没人要插他 所以这个程序上也基本上要把